美食争霸站最终赢家出炉 标榜平价版米其林的毕比登推荐 今年评选出台北31个店家 23样街头小吃 以及首度评选的21家台中美食 其中有10家都是台湾菜 标准是1000元以内 可以吃到3道平价料理 台北毕比登推荐美食有7家首度上榜 位于台北市东区的太极 以道地的北印度料理 辱获米其林评选的胃 我到现在还想不通原因 但我真的对我们厨师的料理非常有信心 白胖胖的一包加上辱到软嫩的控肉 经营超过65年的原方一包 一个只要铜板价50元 也获得比比登的青睐 是道地的美食 新入选的还有敞红面点 最有特色的菊花面 软嫩的猪夹肉搭配黄金蛋 是老饕必点 安康下烤鸡哦 这盘烤鸡到底有什么厉害 原来它是刚出炉的台中碧比登美食 东山站的瓮钢鸡 用龙眼木烤出来的瓮钢鸡 香气四溢鲜嫩多汁 台中碧比登美食榜上有名的 还有这油亮亮的腹状圆猪脚 完全不用乳包 就可以把猪脚乳得晶莹透亮 而饭即金之源的草带饭 米饭中独特的令草香气 以及炸到外酥内软的排骨 也成为首届台中碧比登美食推荐名单 是不是真的物超所值 你吃了就知道